我们对伊拉克问题的局势的发展非常关注 那么我们在安理会的投票是投的赞成票 但是我们在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投的赞成票的目的就是要 希望这个决议能够有助于缓和这个局势 能够有利于这个问题的图上的解决 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就是首先我们应该要求伊拉克方面 同联国有关机构协调合作 伊拉克方面也应该全面的 其实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当然第二方面就是伊拉克的主权领土文整 和对他自身安全的合力关切也应该得到尊重 第三点就是国际社会应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伊拉克执行有关决议进展情况 适当的时候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缓解伊拉克人民因为制裁所承受的痛苦 那么当前我们认为首先我们各方要做的努力就是要坚持外交努力 促进伊拉克与特委会之间的合作 而不是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所以我们反对使用五类或者以五类相威胁 使得绝世进一步的恶化 我们中国是本月安理会主席 所以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将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将会促使各方进行外交努力 来使得这个问题最早的得到途上的解决 香港无限电视台 就是美国大使在北京最近对美国自己表示 中国同俄罗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上是相似的 两个外长在北京会晤的时候 有几方面的集点共识 一个是要求伊拉克与联合国尽快的恢复合作 全面切实的执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双方也都一直认为 安理会应该听取联合国特委会和伊拉克方面就核查问题的意见 以便使核查的进展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同时两个外长还呼吁 有关各方采取克制的态度 避免是某种升级 特别是要防止发生武装冲动 那么中国同俄罗斯两个外长都表示 在安理会里面 双方应该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 全面切成努力 也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的老贵 因为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设计